对 我这么问你这问题 就是比如说说白了 你看 比如说现在我们在网上要问个问题 我就发现很多经票也好 或者在北上广的浪迹的这个人 他都是当年跟你一样 但是他现在就觉得 我怎么能够成功 我好像这是他们特别主要的一个焦虑 因为成功不了 感觉一天天在北上广混不下去了就 对 没错 所以假如他们这个问题问你 就因为你成功了 他问你有什么招交给我吗 我该怎么办呢 我觉得就是没什么招 我觉得就认真一点 认真专注点 对 对 那么就这些 如果这样你觉得这是跟运气相关吗 因为坦白讲认真的人也相当多 对呀 我觉得是有 运气有关 因为你就是每个人的那个天分不一样 你天分其实就是个运气 你天分刚好 你做了跟你天分相关的职业 这就是个运气 就是 就是如果你 反正你最好的就是 你既有这个天分还能下点笨功夫 就是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的 对 我同意的这个 我一直说人的天分至少 至低占两成 这两成是你别去争 你争不来 你有就有 没有就没有 如果你顺了 就是他说的 这顺了 你就这两成占上了 那么一般人 一般人按照今天的教育体系 都能走到六成 就是大学毕业干什么 百分之六十 剩下的百分之二十 是你的认真和努力 如果你的认真努力 加上你恰恰有一天赋 天赋你二十 你没有 有十也行 这个凑九十分 就就成了 你这个努力 如果你力努力不来 你光有这天分 天分就显露不出来 剩十加那六十七十分 基本上你还在底下混着 就每旺上去 升百分之十 绝对跟认真这个太多 同意他说的 认真这个所有成功的人 我认识的人多了 就各种成功人士 没有一个人缺这条 做事要不认真 你肯定不 但是要不说 我就是为人民服务 我就想这个事 你也很认真 你成功的 对 比如说你成功的 他筷子兄弟只有两个 他只有两个 我就觉得那大多数人 他的心情往哪安放 那当然也不能指望 他标准太高 你不能说他这个成功 他太高的标准 大多数人 我告诉你心里这么安放 对 大多数人心里 想的可能就是指望他 像他一样 像他一样 因为你要知道 那这不可能的 他的故事之所以 他们的故事之所以 大家喜欢听 喜欢喜欢聊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是因为今天的中国 我们都知道 这个社会阶梯差距有多大 对 我们都知道 有多少人含着 金耀寺出生 我们都知道 有多少人 我们刚刚讲奋斗 需要认真 要努力 这些事在今天 我们成功的 三四十岁 三十岁以下 这圈人里面 在那些成功阶层里面 大部分人可能是 不需要这些东西 他甚至可能 从来没有奋斗过 他爸爸奋斗过 他妈奋斗过 他用不着奋斗 那么因此 当其他 人数上 比这些成功人 是多得多的人 挤在北上 苦苦挣扎 找机会的时候 你说他指望什么 就指望这样 但是你看 你说这个 安妮讲 我觉得就想到一条 除了认真意外 就是 就是你还得想起 你能为别人做点什么 我觉得这个 你在这个社会里 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就是你能给 最少你能给周围的人 最大你能给这个时代 你能带来点什么 有用的 能够帮助到大家的东西 那送外卖的小哥 也是想着 那我能帮你送个饭 但是难道我一辈子 都要这样吗 就是 但我认为 一辈子能把这饭送好 也不够 就是起码你能做成 一个百度外卖 我给你 我给你举个例子 家世代门口 有一老头 拉门的 没有学历 当年十几岁应聘 就去了 去了就拉门 拉门呢 就好好拉门 拉门这事听着简单 没那么简单 几十年以来 进加世代公司拍卖的人 牛逼的 不牛逼的 前牛逼 后不牛逼的 装牛逼的 什么人都见过 所有人都记得住 最后呢 到他晚年的时候 就是不是晚年 就到他快退休的时候 他就变得非常的重要 因为他认识所有的客人 这客人怎么回事 他都知道 然后加世代呢 加世代就说 我们比如欧洲有一场拍卖 他是在纽约 欧洲一场拍卖 说你得去 他说我去不了 为什么去不了呢 说我太太在家 说你太太 一块去 头等舱 因为你在那个酒会上 比谁都重要 对 因为有的那个大老板来了 都互相不认的 你很尴尬 就他知道这个人是怎么回事 买过什么人 什么都知道 就全气脑子 跟电脑一样 所以所有的重要的场所 都要让他出席 对 对吧 他就是一个 从头拉到尾 是的 我觉得他就是 而且他也得不停地这么想 就是比如说我 我现在能给人送饭 比如我现在能给人拉门 说我还能为这个公司做点什么 我还能记住大家 对 然后呢 我还能为大家做点什么呢 就他得不断地去这么想 你听他 你听他的结尾 我争取这样吧 我告诉他结尾有多重要 他拉门 拉了四十年 拉满退休 退休 那加尔德说这人退休了 好 我们举行盛大酒会 欢送退休 退休的时候 公司宣布 以公司副总裁身份退休 这牛逼 真励志 这太励志了 切比快的兄弟还励志 真应该找他来 人家对这个成功的判定 和社会对成功的认知 是不一样的 我们今天不能鼓励 他这个除了他的奋斗以外 有极大的偶然性 而且他这个成功的标高太高 然后我们天天在电视上 说这事 他把他给大家全害了 但是你看 你看你讲的是正能量的 对吧 但是我注意到 你很多引起共鸣的 比如说那个片尾的这个歌词 就讲这个时间是吧 什么无情的刀 说这个青春啊 还没绽放就已经枯萎 实际上就包括你们讲的 就是最惨的 就是最尴尬的 就是同学聚会 多年之后的这种同学聚会 身份高低 身份高 在这方面你是不是有体验 我肯定有体验 就是我觉得就是 我现在觉得就是 我的人生就像穿越了一样 像我现在三十几岁 我小时候我还经过过这种国企啊 因为我小时候就是生活在那种大国企里边 大国企当时还很大的 国有大重型企业 就是那时候 那时候就是国企的工人的那种心态 和周边那些城镇居民不太一样的 他们就是自体自足的那一个环境里 就很骄傲的他们都 而且如果实际上要是一个领导的孩子 那跟我们一起玩 那更是副厂长儿子 厂长儿子 他在秩序观念 然后这么多年过去了 再去看到这个人的时候 就整个时代就都变了 厂子都黄了 都已经卖给个人了 然后所谓厂长孩子 还住在当年最好那个楼里 已经破烂不堪了 然后他还带着过去那个 就是那个小时候养的那个尊严 就带着对今天的那个社会的那种不能接受那种拧吧 就是他 我就一直想拍这么一个电影 就是我想讲一个 就是时代变迁 就是给人 就是带来的那种特别让人唏嘘的那种变化 那我想知道 就是说你在这个就是基层混的时候 在底层混的时候 和到今天 你觉得今天你快乐的程度 比那个时候多多了吗 就心情 就咱讲平常一个人的心情 我想想 你觉得你更快乐 更幸福了吗 我其实觉得差不多 就是每天快乐和烦恼的时间 其实还是跟以前差不多 对差不多 我觉得它是一个生理问题 这事 就是你的快乐的情绪 和你的这种沮丧的情绪 或者你负面情绪 和积极那个比例 它是个生理的事 你怎么都会有这样 你就是你过再好 今天 钱也多事 对 一会儿你还是会沮丧 一会儿你还是会 人不可能老是嗨着 老是他不可能老是保持这种 那你认同这个成功的标准吗 我觉得成功的打字 本身就有点伪命题 我觉得 怎么说 怎么叫成功 我觉得 你就很成功 就是你看就是 你要是一说我成功 我就心里字 一下我就有一种 就有一种那种压力感 就是因为我自己 并不觉得我自己成功 因为我觉得成功 不能仅仅从今天的社会 说你有点钱了 或者你能生活稳定了 大家认识你的 就是一种成功 就是 还有很多没有解决的问题 就是 就是 有很多更重要的问题 更更珍贵的问题 就是我觉得那成功标准应该在那 就是 就是你 我就要是说 其实说白了 它是一个很深的话题 这套公明利路 我就觉得心情怎么安放 第一 这个最低生活水平 我现在觉得 就是说 咱们这个贵国 你生活在北上广 这个大城市 维持一个基本的生活水平 就是太惨了 就像你们那个时候住在出租屋里 这种 你要是能够最低的 咱们生活水平差不多 你看 他们说 那个美国那个小孩 老师问这个小女孩 你喜欢找什么样的男朋友啊 他的回答 小女孩 他可能是幽默感 和好玩 什么的 我们现在可能很多时候 就是 他是开什么车的 他是有没有钱 但是你又特别能理解 因为我就觉得 要不说现在 他们美国 奥巴马 不是 他们在闹什么 就是你看上去啊 大部分人生活差不多 坐着开着差不多的车 都过着都能去 比如说都能去滑雪 打高尔夫 对他们来说 不是个贵族运动 如果大家都能 基本这样了 那剩下的 我去追求 我个人的一个爱好 我不成名 不成家 没有关系 我所谓 这是真的实现自我 可你觉得 美国其实已经算是 比较熟的一个例子了 因为算公立了 比起欧洲那些 或者现在日本 也是很不公立了 老一辈子 我觉得中国 我们要求很简单 这个属于中国梦 并不是说 大家都发财 或者怎么样 而是 最底层的人 都能够有一个 起码的 有点尊严的生活 就已经很好了 对 但是你这个 起码的有点尊严 这个比如 他怎么样 有尊严 对 第一我觉得看病 看病 现在不用说底层 我去也没啥 马爷 我们谁都为之 爷 我们去的医院 迫不得已 先找熟人 找熟人 这护士拎着我 不能撒手 这走廊里全是人 把我拎进屋 我就听后面喊 我都排一星期了 我就不好意思再出来了 你想 我也想 人家挺不容易 在这排着队 然后我们给领进去呢 我要不领进去 我这带子也排不成这队 我宁可死了 我也不排这队 但是我进去以后 我出不来 因为我要面对 所有的这些人 人家可不管你 你越被人认出来 越倒霉 然后 被人不认出来 人不知道你什么事 所以就很尴尬 这时候哪来尊严 没有尊严 我们今天这个事情 根本都解决不了 那向阳 你觉得当年 比如说你在这个 比较底层 努力的时候 你想到过 有没有尊严这件事 我当然 马上第一目标 就是要在这个城市 有尊严的活下去 那你那个时候 是怎么叫没尊严的 你觉得 哪些让你感觉到 没尊严的 就你最起码 你要是 你要有一份工作 人家当 就很现实 你忙什么呢 毕业了 我写剧本呢 写剧本基本就是 你没工作 大家待着 他写剧本 他写剧本 就是这意思 就是你得有份工作 然后你 起码得赚点钱 这都是我们的 我觉得就是 很真实的 一个标准的当时 然后慢慢的就 开始大家说 谁开什么车呀 谁住什么房子 这些都变成了 一个比较的 一个标准 就很现实 就是你起码 以前我毕业 25岁才毕业大学 我起码快30岁的时候 我争取能不能 在北京买一套房子 房价长那么贵 就我别 我是不希望 当时是不希望 自己好像能 得租一辈子房子 或者是 能你要 你在北京 干了那么多年了 16岁出发 你现在要再 回成德的时候 你是不是要开一辆 收箱 有点车呀 就是 让人别问 你在北京干什么呢 说你是不是 稍微有一点事业 就是 当时认为 就这就是尊业 就是最起码 你说了这个尊业后面 其实包含了很多 看事的方法的问题 目光的问题 比如说只有在中国 今天 我们才那么的势力 对 没错 就比如说 你刚刚说写剧本 这个状态 其实我在很多国家 都遇过 你先听下去 但他们没觉得 自己被人瞧不起 因为他衣食者 问题先解决 没有 他们衣食者 他怎么解决 他们有时候 他们会租房子 因为只有中国人 这么在乎买房子 比如说 你说德国 意大利那些 60%的人都不买房子 都是租 全民都租 所以也是全民都租 没什么问题 起码当时我想 别合租了 大家也不觉得 那是个问题 没有人说 你房子租的 那他就瞧不起 不跟你谈 谈恋爱 你没车 我们不会看不起你 然后我们也不会 因为你开什么车 来判断 我不是说 人家都是圣人 而是说 相较起来 全世界的人都视力 都有这种眼光 但中国尤其厉害 对 所以 尤其厉害 我明白了 这个老男孩 为什么看哭了 这是因为 这个视脸的社会里 那种没有尊严的苦 然后小苹果 为什么火了 就是咱们只有苦中作乐了 真一把 真是 有点想开了的感觉 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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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到点了 当初的 千万别见外 当单自己朋友家里一样 我们俩人是老乡 成德的 我实在装的 对吧 对 刚我们聊 对 但是这 肖羊人 这这奋斗史 跟我这 别别别 别我强太多了 没有 你不也是一番 经历 血与汉的奋斗 我要是血与汉 那他就是生与命 你知道吗 就是 我觉得我是特幸运的 就是一辈子没受过太大罪 小学 中学 大学 对吧 这个父母也没离婚 对吧 我父母也 目前还没离 白头偕老了 我有时候觉得 我不知人间疾苦 这是真的 就是因为我也没 上学的时候 没离开过校园 工作的都是国家单位 电台 电视台 对吧 一路吧 就是咱也没什么野心 混到现在 一时温饱 所以呢 太前年了 还叫一时温饱 人常是杜老师说的房产 所以就不知明天疾苦 我要了解疾苦 我就看他的奋斗史 你知道这个 肖羊人给我印象很深的 就是 你说我虽然不知明天疾苦 我当时看那个老男孩 你说我也哭了 我也看哭了 但你不要相信他 他变形金刚都看头的 是吗 今天就太读中生了 他不晓得为什么 什么都太哭了 蜘蛛侠也哭 闻到说我这个哭 是一种病理现象 他是病理 他是有病 也不是 这真是很感动 但是我后来知道 他怎么拍的 说他每一天都濒临崩溃 我就说他们拍老男孩的时候 我觉得最逗的一个细节 就是说什么 拍一场火锅戏 拍完了之后 剧组全体一氧化碳中毒 对 您知道这事 我知道这事 我也听说 我这是为什么 就是 其实比这房间还小 然后大概有个 二十多个人呗 然后火锅 他怕着着太过了 就有人给压了一块石头 在这边 不拍的时候压块石头 拍的时候咱们石头拿走 但你压块石头 它就不充分燃烧了 然后所有人都就觉得 头 我当时人生头没那么疼过 就扎着从里头往外疼 然后就是一会儿就出一头口气 基本上是个集体自杀的 一会儿就出一头口气 对 一会儿就出一头口气 然后开窗户什么的 拍完了我一下去 我跟我那伟叔说 伟叔 你们刚才就是一氧化碳中毒了 我说你这么大声 那你怎么当时不提醒一下 为什么天天都弄得好像很崩溃 那是钱不够是不是 就是钱不够 你们钱就是优酷投资的吧 那这优酷太不下滑了 这就是优酷优酷 优酷啊优酷啊优酷啊 优酷是这个 优酷是这个 那我就多说了 没事没事 多说多说 我们最爱的 做个节目自个儿不套钱 都得找个酒一瓶 对啊 就是 觉得这个 所有的拍电影都有自己问题 而且大片也有 不是说大片也没有 大片也捉襟见头 只不过就是 你碰上那牛逼的导演 也要不理你 反正你上去下不来 就拍呗 拍片是一个集体性的这种 这种活动 真的是 真的是个分野 我那会是 因为他就给十万块钱 十万块钱 开了个老男孩 然后 而且后来我写 这边给写长了 我就发现十万 就不够了 不够了呢 当时是优酷和钟影 一块 一块来做这件事 然后我说我能不能 就 我拉点投资 因为 因为我要拍四十分钟 对啊 拉赞助吗 对 然后他说你不行不可以 因为所有人都拍十分钟 你不能拍四十分钟 然后后来我就等不起了 等不起了 后来我就自己 我就 因为实在太想拍了 我就自己开机了 也没有钱 然后我基本上都自己花了钱 然后就超支了 我那时候刚大学毕业 刚干了拍了几年广告 毕业五年 那时候攒那点钱 咱俩现在也不那么花 拍戏 每一天出去好几万 一天出去好几万 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戏拍完 就是那个时候 他那个筷子兄弟 那个什么王太丽 对对对 就是我今天这拍电影挺有意思的 说那个跳一个什么麦克尔杰克逊那个舞啊 突然间后边的假发着了 自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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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那些略等假发 在那个灯子烤子下边 我一看 我正不是我俩正对戏呢 正聊天 一看就冒着烟了 所以我今天请他来主要是比惨 这个好 这个好 我喜欢 不 因为什么呢 这个 我就说我不了解人间疾苦 对吧 但是呢 我现在特别佩服一种人 就是像筷子兄弟 还有中国现在很多人 就是 我现在觉得 你要知道 比如说网友们 或者广大网友们 他们喜欢什么 你还能弄出来 我觉得这是个特殊的嗅觉和本事 你就比如说 你看现在都有这个数据啊 像我们这个圆周派一弄啊 我就会发现 你数据你知道呢 比方说你才知道 比如说我原来想着 我这个节目呢 是给这个25岁到40岁的人看的 可是一数据一出来 实际上点击最多的 就上网的人群 最多的是17岁到25岁 所以我就觉得 你像他 原创世纪最也看 不是 这个本身就说明上网的人 对 他这个人群 这个人看网络视频 对 你说是不是因为 比如说你们能做出这样的 小苹果这样的歌啊 能拍出这个老男孩啊 是因为你们就懂点这个 就知道弄点什么 某一类的人就爱看 我觉得它是一个创作出发点的问题 就是因为我以前 个人经历 我觉得不是 因为我以前写修画画嘛 就是 我原来是从美院附中考的电视学 然后在我那些画家的朋友们 艺术家朋友们 他创作出发点 那就是我要表达自己 你别人懂不懂 没关系 就是反正我是 我是个艺术家嘛 你从你想表达自己那天开始 你就可以是个艺术家 别人懂不懂 那就是 就是好像不重要 但是就是 当我做影视以后呢 就是我觉得我 后来就拍广告 我觉得我的创作出发点 就是得大家都能懂 大家都得触动 我觉得才有意义 这创作 要不然你 心生动动 花钱又那么惨 拍那么东西 就是 所以他 他得 最好是有功名的 这个我觉得 没办法解决他的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坦白讲 像你这么想的人 成千上百 全部的 现在所有的电影 拍电影的人 都想的是 我是希望能触动大家 所有做娱乐节目的 都想这么做 所有做流行歌曲 也都想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成功 所有人都做得到 那么现在问题就在于 今天呢 因为很多人相信大数据 就觉得我们依据 所有的数据 能够总结出一个规律 一个模型 我完全不相信 对吧 像原作派 像文涛 可能就看 意见怎么样 然后数据怎么样 然后从这边决定 观众口味在哪里 这是一路子 也有一路子 就你刚才讲的 就完全不相信 我就这样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这最极端 我们都已经耳熟了 就敲不撕 他做的很多决定 在当年都是违反 如果真的有皮数据 全完蛋 你这个苹果 完全封闭的一个平台 你连个手指都接不上 那这个U盘都接不上 这东西能使吗 对不对 但他都不管 他就觉得这是对的 但是 但问题是 很多人都想像他这样 但做不到 就你怎么去 抓那个市场处决 你比如说 我觉得小苹果就很奇吧 坦白讲 比如说 你觉得小苹果 为什么这么活 我其实小苹果 我们那创作初衷特简单 就是 大家不都去KTV吗 去KTV就是 就是你看 就唱那中国流行歌曲 一般都是 特惨 我怎么爱你呀 死了多爱呀 我怎么失恋了呀 或者就是去老歌 后天抢地的 我就怎么就没有一个 就是特别轻松的 乐了 今天 因为你看就是 尤其在KTV 大家见过会有一个局面 比如达刚去的时候 谁也不好意思 他先唱歌 他喝了会儿聊会儿 后半程度 大家都上来了 我有没有一种 就是这种 一上来就 我就是一 傻逼啊 我就是 把自己放到那个位置上 就没有那么一种歌 让大家就是 暂时能抛弃自己 在生活中那些 社会中的位置 生活中的负担 我今天就是 这二一回 我就 我其实 就这么一个出发点 能不能做这么一个东西 这个你知道 我突然写 要不说 我就瞎跑题 我就突然一听你 我想起啊 人有的时候 会不会啊 希望自己 就是傻一点 你理发说 我们过去老说 说找女朋友 对吧 你为什么不找 红颜知己呢 同样文化程度的 对吧 就是大家可以交流 谈谈哲学 谈谈文学 对吧 为什么不 我有的男朋友 就是说 比如他就爱找一个 比他年龄小很多的 甚至可以说 不读什么书的 一个女孩子 他说为什么 他说我要跟这个 知识女性在一起啊 我有时候觉得脑子累 他说我就希望 有时候回家傻一点 我就跟你闪扎式的 满地打滚 对对对 撒娇也行 就跟你小孩 就是满地 四点多天 是 我觉得 对 我觉得人其实 是有那种 当小孩的愿望 但是你觉得这个 你脑子里有品味啊 格调啊 这些概念吗 当然也还是有的 比方说 你对广场神曲这事 你是怎么看 我是觉得就是 因为我是亲历者 我知道这个 广场上过来的 小苹果到底从这首歌 它从什么哪活去 小苹果其实是最开始 它在除了优酷以外 它在A站B站上活去 最开始喜欢小苹果 年轻人 没有大分别火之间 全都是年轻人喜欢 就是因为那个MV拍的 就是很二次元 所以就是很多 那时候它没有变成一个 超主流文化的 对 它觉得很有意思 我觉得 就是都后来火到广场上 那时候是 我觉得是火透了 就是 一个是当一首歌 或者一种文化 你流行到这个大马路上 所有人都在做这件事 就最没有文化 没有受过教育的人 最朴实的人都会去喜欢它 我就证明它是火透了 我觉得它证明 有一种共性 我觉得有意思的是 小苹果这首歌 就 OK 你刚刚开始的时候 你比如说小青年喜欢 我能理解 但我觉得他们喜欢的重点 不一定是歌 是那个MV 因为那个MV 对于他们来讲 太超越了 太好玩了 我觉得MV吸引他们 你记得吗 但是呢 等到上了广场的时候 就变得是歌吸引 为什么呢 因为它那个歌 整个节奏 这个编曲 其实是80年代的 低听的歌 的风格 是吧 你是玩那个吗 整个就是一个低听 80年代早期的低听风格 你闹没手去 没错啊 张老师您 对吧 张老师您那个 都后年火 广场夜总会 胜脸会师 所以像广场会 跳舞的大妈是什么人 其实很多都在80年代 就跳点舞啊 什么那时候 他们听的音乐 那时候刚刚那种 西方流行进来 因为你看广场舞的音乐组合 是很有意思的 你去听音乐组合 要不就红歌 要不就老的我们中国的歌 老歌 然后要是来点西方流行进 有点低听感的 那可能就是小苹果 但这个东西是在 他们可接受范围内 也在他们的记忆范围内的 一个东西 所以我觉得是不是这个样子 我觉得有可能 但是小孩也喜欢 你英文人也喜欢 他主要那个 他喜欢是第一是重复 不管什么曲子 大量的 频繁的重复 人很容易记住 再加上简单 其实我觉得他这个事成功 还是他的出发点 你看他出发点 就是他不把自己当艺术家想 先考虑对方的感受 就是我这事 是不是我 能让大家做点什么 我做一菜是让人吃 不是我做一菜 让我自个儿吃 表达自我 他这就跟我做博物馆一样 我做博物馆 我原来说过这话 我说我最初喜欢收藏的时候 全是我自个儿的乐趣 我突然有一天明白了 是观众的乐趣 比我的乐趣重要 所以我就要找一些他的东西 我为什么在所有的博物馆里 能活下来 能够良性活下来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就是他的乐趣 真的是很重要 是 我现在在这个网络教育下 我觉得我自己都慢慢转化了 就因为什么呢 就是说你说到最后 还是要把自己 全心全意地放在人民服务 当中 就是咱们这种人 一开头老是觉得 自个儿想表达一什么 我弄一什么 你们都不懂 对吧 可是到后来我就发现 其实你问我 我根本就不太喜欢 出现在公共生活当中的人 你问我想对公众表达什么 我真的不想表达什么 我跟有些人还不 我不想表达什么 那其实这反过来就变成 我很想服务你们 只是我闹不太轻 你们到底喜欢什么 你们能告诉我 我愿意全云全意 因为我无所谓 你问我想说什么 我说什么都行 就得奉献自己 对 不是 所以我就觉得 有时候就挺有意思 现在的这种观念 你比如说有个大张伟 对吧 昨天前代讲 你跟他挺熟 是吧 还行 我刚开始还以为 就是现在整天 在综艺节目上 段子的时候 讲段子 后来我发现 他是那个花儿乐队的 对 唱 当年的花儿乐队 寂寞围绕着电视 吹死兼吃 那种 两点半下午